以下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香港人现在越来越注重健康 除了做运动之外 其实在饮食方面大家都开始注意到 留意到多些 今天我自信身体健康 今天邀请来花盐草水的负责人Stone 和我们讲讲花茶的疗教 宋你好 你好 你好 其实现在好像越来越多人 喜欢喝花茶去补健 花茶对身体健康有什么好处呢 花茶其实是一个温和的饮品 但其实它是有一个财料状 对身体就不会有负担 就不像一般化学物品那样 可能给化学物品那样 变成你的身体饮得多 便会舒服点 健康点 是的 那它那个所谓的茶疗作用 怎样是可以发挥到它对身体健康有益处呢 我们其实中医有个概念的 那就是药食动心四种疗法 那其实最不好的对身体的疗法就是什么 就是药尿了 因为你有病吃药 其实呢 就会是对身体一定有负责的 只不过是多还是少的 那其实我们一般 那我们如果注重大家的身体 或者想健康点 我们其实可以轻强点 入食疗入手的 而茶疗就是食疗其中一个部分 那我们可以注重我们在喝的东西 那好像花茶 其实它是可以 因为它和一般的弱性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它温和一点 那温和一点 你身体就不会有什么负担 但是它都慢慢有一个好处 那茶疗的概念就是 慢慢温和地调养身体 让你有一个好的习惯去改变 我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 其实都是一个中医理论里面的一个食疗方法 但是就比普通的中药或者承药 它们是比较温和一点的 不是说它在针对某些东西 而是慢慢帮你去做保健的理解 是的 可以这样理解 那可能我们也有一个方向的 那因为例如 每一种花茶都不同的 那或者可能 或者其他的食疗的尿法都一样 它都不同的 那你可以找一个适合你自己 或者我觉得 我好像很容易会 手脚冰冷 或者可能我会 我好像血压又开始高 或者各方面那些 那其实你就可以选一些自己 慢慢去调下来 不用说 我一定要吃过胆固上药 或者怎么样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这样的概念 嗯 那就是说不同的花茶 其实是可以有不同的功效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选 适合自己的花茶呢 嗯 其实就 花茶因为就是很容易选 因为它就是一个比较温和一点的东西 那变了就一般人呢 其实都很容易去 去找到自己对 而且他不会说 很大排斥 那当然了 很寒底 很寒良的人呢 就尽量避免去喝一些类似 类似 胎谷啊 或者是去喝乐神 这些偏凉 偏寒性的东西 那你可以选一些平性 和温性 那好像玫瑰花茶 对手脚冰冷的女士很好 特别是有惊奇不适 那它是很帮助到你的 那其实你去选择它们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 那当然是找回自己的医生 或者问我 有什么是不行的 那但是 如果我们跟中医的概念去看就是 你找回一些你自己 如果是寒底 找回一些温性 那如果你很燥热的 那你找回刚刚说的胎肤 那些就会帮你降降 而平静的 基本上是所有人都适合的 嗯 其实你刚刚提到 其实花茶都有不同的种类 可以是针对自己身体里面 或者你本身的状态 去选择对自己的花茶 我需要些什么 那但是除了说 身体状态之外 有没有分纳女的 其实花茶就没有分纳女 口味上最高 但是呢 基本上你喝下去是没有的 那当然 有些花茶是对女性特别好的 例如刚刚说到玫瑰 乐神 是对调理生理期 不适是特别适合的 那还有 花茶其实本身抗氧化 那抗氧化 虽然男女都需要 但是女性可能会更害怕 那是会开心很多的 我看到很多女性的朋友来喝的时候 这个就没有分纳的 不过就 可能你找回自己 我觉得喝得很开心的 嗯 那我选择了花茶回去之后 譬如我当普通喝茶叶 那我可能说要滚水冲的 又或者我要去到某一个 倒数的水去冲的 那但是花茶 其实会不会说 大滚水冲会破坏了它的营养呢 又或者不是 冻水冲也行不行的 就是很有概念的 其实这个是很正确的 其实 如果滚水冲是真的会破坏了它 所以其实 我们不建议 用一些很热的水去冲 就是刚刚滚了之后 就倒下去 其实是不好的 因为如果你是想去做一些食物 去找茶叶 其实如果你用很热的水 去冲 例如花茶 你用热水去冲 它会第一 它营养会杀错 第二 其实它没有那么清香的 那因为它里面的丹铃酸 会释放 或者是各方面 那又会令到呢 营养流失 而且会没有那么清添 那但是其实 花茶现在呢 慢慢走到一个新方向 其实在韩国 或者台湾 周围都很流行的一种 就是叫做 濫泡茶 而濫泡茶 它就是一种特质 就是 我不会释放里面的酸性 我会 喝得会比较健康一些 因为它 不需要用很热的水 其实呢 如果第一天 看一些医学的新闻 会发现呢 其实我们这里 会有 可能有些癌症病变 因为 用太热的水 所以会在这里 导致你身体适应不够 因为有什么滚水 它滴下去 你皮肤也受不了 为什么这里会受到呢 所以呢 其实 我们现在 会有一个 懒泡茶的技术 去做 其实你喝呢 特别是夏天 很开心 你可以代替了汽水 那 选择一些 有甜味的 茶饮 那 就直接好像 代替了汽水 因为现在 坊间有很多汽水 或者这些 好像化学的这些 因为 可能小朋友 或者大朋友 都会 那他们其实 会喜欢 喝些甜的 那 其实 花茶可以去 代替了这一样 那 好像有些花茶 因为它有甜味 所以可以代替到 那 但是 我的花茶虽然是甜 但是它没有糖 没有任何理解 没有任何理解 其实如果懂得吃 是不需要加糖的 其实可能在欧洲 它们直接连代糖都不加 其实呢 在里面 有一些可能是 香草 和你里面的料 都可以去 都可以去 令到它里面 有一个甘香 或者甜味 那 已经可以 不需要加代糖 或者已经是吸引的味道 是啊 已经很神奇 但是 所谓的冷泡茶 或者这个做法 其实是室温水 去冲还是怎样的 其实是室温水冲就可以 那你室温水冲 那 然后呢 你将它放在一个 温度低 例如冲箱的地方 放它由两个钟至八个钟不等 一本是冷泡去拆 那 慢慢去释放它里面的营养 出来 那就是用时间代替温度 那 但是不可以常温足 因为常温足 慢慢会变坏 那 就是冲冻它 就是冲冻它 冲冻它 在一个冷泡的情况去做 那 选择一些适合的冷泡茶 这样去饮 那它 一流就很好 二流它进行营养释放出来之后 你是可以吸收得很好 那你的花茶里面 其实我见有不同的口味 针对不同的身体的可能好处 或者改善你身体体质 当中 刚才提到加了石盒 嗯 其实石盒的好处还有些什么呢 为什么所有 就是你要加那么多石盒 在你的花茶里面 都真的加很多石盒 在你的花茶里面 因为每一个 起码都加几十多的石盒 去做一个花茶 那这个石盒本身 它是一种比较名贵的中草药 那 那 那 一向以前是只有黄色才拿来 跳你身体 因为是真的好贵 那 那 现在我们 开始自己种 那 就变成了 可以开始普及 其实近年开始有这种东西 那 那 石盒呢 其实我们会去做个 现在都是科学的年代 去做个检测 那 其实它有几样很主要的 一个呢 就是它抗氧化功效 很好 是的 那我们去看那些报告 原来真的很好 第二呢 它是肝三高 非常之好 而且如果你去到中医啊 或者甚至乎政府医院 去告诉你 石盒 其实它对你的腸胃 它对你的身体免疫系统 和增弹体质这方面呢 是非常之好 所以你会 如果大家有看中医去留意一下 其实有很多中医呢 在这个药草里面 都会偷偷地加入了石盒 因为呢 石盒它有一个一样东西 就是它会让你的身体 那个 recover好一点 那你休息得好一点 和好一点 那 会增强你的免疫系统 是的 这样 那变成呢 其实它们会偷偷地加入 等你 因为你什么病都需要休息 嗯 什么病都需要recover 那所以这一样东西 就是石盒那样好的地方 嗯 所以说就是花茶 其实对身体 是一个慢慢的调理作用 是 可以不像一般中药 那么醋 或者那么急的 是慢慢可以帮你调理身体 一样是一个习惯 嗯 去帮自己 如何去保健 嗯 是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市面上 玩花茶 那就谢谢Stone 介绍我这么答 Thank you 非常ers张 谢谢 谢谢